LV-426星球 为什么工程师飞船会出现在这颗星球上 第三 这车飞船那段诡异莫测的信号 数百万年不间断地向宇宙传送 原因究竟是什么 第四 档案也将为大家介绍在第二部疫情电影之后 LV-426以及这艘工程师飞船又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首先 我们先从星球LV-426开始 LV-426是一颗围绕气态巨行星Coplamus运行的小卫星 它的直径只有1200公里 我们的月球直径是3474公里 足足比它大了将近三倍 虽然LV-426因为星球本体太小 无法形成致命的天灾 然而全年无休的大风暴 加上LV-426的大气成分主要由氮气和二氧化碳组成 如此严峻的自然环境并不适合生物生存 因此自从LV-426诞生以来 它那紫气沉沉的幽暗大地 只有风暴四年起舞 毫无任何生命存在 然而 大约在数百万年前 一艘外星人的飞船落在LV-426 这不是什么外星杂鱼的飞船 而是人类造物族的高智慧外星物种 我们称这一种外星生物为工程师 这艘工程师飞船究竟是坠毁 还是迫降在LV-426 我们无从得知 我们只知道它落在LV-426后 数百万年来都持续向无边无际的宇宙发送一段信号 这段每隔12秒重复一次的信号 就像是漂泊在汪洋的浮贫 漫无目的地在浩瀚无垠的宇宙间浮沉 2122年 一艘星际火轮 诺斯托罗默号 在返回太阳系的途中 接受到了这段信号 霍伦人员追寻信号来源 因此登陆LV-426 这也是人类第一次踏上LV-426的土地 而这一刻 全宇宙最强的生物 异形就此诞生 有趣的是 这看起来像是人类与疫情一场偶然的相遇 其实不然 因为这一切早就被算计好了 毕竟这么多年来 星际火轮来来往往那么多趟 而外星人信号已经不断往宇宙播放数百万年 因此查收到信号的存在 一点都不意外 发现信号存在的 这是千万百计要挖掘外星生命价值的 维栏优坦尼集团 集团早在大约一世纪前 就发现信号的存在 而且成功破解得知这是一则警告信号 也从信号里知道了 这一艘工程师的飞船 再有异形的卵 警告信号里不断强调 这是一种完美的有机生物 具有顽强且登峰造劫的生理构造 是一种灭绝武器 集团根据信号得知 异形具有强大的异学 军事潜力 这些高度商业利润的开发潜力 让集团对异形那一种毁灭性质的生物本性 视而不见 毕竟 这可是人类首次发现 拥有高度价值的外星生命体存在 机不可施 因此将异形带回来研究开发 称为为蓝尤坦尼集团的终极目标 只是集团知道宇宙有这信号的存在 但是并不清楚信号来源的确切位置 到底在哪里 只知道大概就这一片宇宙区域 然而宇宙和其辽阔 因此集团唯有像是大海捞针一般苦苦寻找 这里也不能不提 凭什么说 为蓝尤坦尼集团当时期就具备解读 工程师信号的能力 因为在普罗米修斯的剧情中 在2093年 也就是诺斯托罗默哈来到LV426星球的前30年 人造人大卫就已经可以操纵工程师的飞船 甚至可以和工程师沟通 所以解读这一则信号并非什么不可能的任务 只是当时为蓝尤坦尼集团的创办人 因为命不久已 急着和人类造物主 也就是工程师 这一种外星生物界面来换的新生命 集中资源在普罗米修斯这艘飞船上 才放弃原定要去搜寻信号来源的安排 因此前晚探查信号的任务 一直到了2122年 才在这艘诺斯托罗默哈的货运航线中 安插进去这项沉密的外星生命体调查任务 这一项任务只有霍伦的人工智慧 Matha以及人造人Ash知道 因此传员们对于这项任务 以及信号的内容一无所知 维兰尤坦尼集团也特别和他们签署了 只要在宇宙发现任何有系统的通讯 或是智慧生命体 都需要去调查的合约条款 如果违约 所有酬劳都会泡汤 一毛不得 也就是说 这一群船员早就被维兰尤坦尼集团设定为炮灰 成为维兰尤坦尼集团获得异形的踏脚石 人造人Ash是维兰尤坦尼集团特派的特工 他的存在是为了确保这一次调查任务势在必行 且务必取得成果 其实船员们一开始便察觉出猫腻 因为霍伦从矿场出发返回太阳系的前两天 船上的科学官临时被替换 由人造人Ash取代 他假冒人类与其他船员同行 在船员被暴联体附体后 也是他不顾检疫程序打开舱门 让外星生命体进入飞船 甚至不惜牺牲所有船员 都要将外星生命体带回公司 因此 当飞船人员一个个被异形杀害时 女主雷普利谁也不怪 就怪人造人Ash 因为他本来就不是群体议员 与群体没有任何情感牵绊 却选择打开舱门 让受感染的船员进来 实在太可疑了 看似人造人Ash是导致货船 进入全军覆没的罪魁祸首 然而说实在的 他只是遵从程序编码去执行任务 是维兰尤坦尼集团忠实的仆人 人造人Ash的存在 其实是带出维兰尤坦尼集团 为求利益 不顾一切的贪婪本性 暗讽大集团 为利是图的邪恶 在维兰尤坦尼集团的操纵下 诺兹托罗莫号 毫不意外地发现了信号 误以为是SOS求救信号的他们 毫不意外地遵从合约来到LV426星球 也毫不意外地发现了 一艘废弃的外星飞船 这就是信号的源头 也就是宇宙顶级智慧生物 工程师的飞船 原来这信号才不是什么SOS求救 而是一种警告 警告全宇宙这是一个生人物尽的地方 警告宇宙万物如果来到这艘飞船 优如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然而 维兰尤坦尼集团的贪婪开除了地域之门 他们知道这段信号是为了警告而存在 他们也知道信号里传递的是一种极度危险的物种 这是一片生人物尽的恶魔之地 但是集团眼中只看见背后庞大的商业利益 唯利是图的他们 早就做好牺牲诺斯托罗默号全员的打算 只要带回异星 牺牲区区几个船员算什么 现在 让我们一步步揭开工程师飞船的神秘灭纱 这种出现在LV426星球上的工程师飞船 自从被人类发现后 便获得Origin的代号 有着起源的寓意 因为就是这一艘飞船 开启人类与异星两者间爱恨情仇的新时代 诺斯托罗默号发现信号后 由达拉斯船长 副驾驶凯恩和领航员兰伯特 组成的三人探索小组 登陆LV426的Origin飞船 在飞船内部的探索中 他们发现了一名工程师的化石遗骸 从遗骸和驾驶座位 已经融为一体的化石情况来看 推断出工程师飞船 已经在LV426上待了数百万年 所以才有信号数百万年 不间断的向宇宙传送的说法 但是 究竟Origin飞船 为什么会落在LV426 为什么要向宇宙发射警告的信号呢 这背景故事 可以从第二部异性电影的剧情设定里 找到线索 只是这些设定没出现在电影画面中 在电影里发现 Origin飞船的夫妻党 在探索飞船时 找到了几位工程师和异形的遗骸 而且整艘船都有工程师武器开火 和异形酸血烧伤的痕迹 表明这两种生物曾在这一艘飞船里交战 夫妻党甚至还发现了异形女王的遗体 这场战事的起源 推测是飞船的货舱溜出爆连体 寄生某位工程师 最终诞生异形 让这两种生物为了各自的生存 展开施杀搏斗 这一场战役 以两败巨伤收场 不论是工程师还是异形 两者都全灭 这一场毁天灭地的战斗 造成飞船故障 工程师飞船驾驶员 在异形上存的状况下 为了确保飞船内的异形卵 没机会繁衍生机 选择坠落在不适合任何生物生存的LV426 并且设定好万年不灭的警告信号 告诉全宇宙这是生人物尽的地方 设置好信号后 异形便从飞行员的胸舱爆出 然而破损的船舱 没办法提供适合生存的氧气 因此这一只异形不久后也死了 不过 处于飞船内存的货舱丝毫无损 因此货舱里数千个异形弹 就这么被工程师的科技冻结保存下来 这一层薄而平坛的蓝色雾气 就是工程师创造的安全机制 是一种将异形卵生命力冻结的科技 数百万年以来 这一层薄雾都不曾被外力干扰 直到2122年 富家石凯恩打破了这层阻隔 因此破洞下方的异形卵 立刻恢复生命力 暴联体一跃而出 异形就此在宇宙重现 开启了第一部异形电影的故事 根据异形导演雷伊什考特的采访记录 Origin飞船是一个武器载体 目的是为了运输用作生物武器的异形卵 从这里可以确定两件事 一 异形是一种人造的生化武器 它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摧毁 二 异形是工程师的武器 用来达成工程师的军事目标 有人说工程师没有创造异形 异形是黑水的产物 然而这一艘飞船的货舱里 确确实实就放置异形的卵 这也是导演雷伊什考特最初的设定 异形就是工程师创造的生化武器 而黑水只是创造的原料 所以异形是生化武器的定位 这一点是无用之一的 Origin飞船再有那么多异形卵 究竟是为了消灭地球上的人类 还是宇宙间的其他生命 我们无从知晓 因为这艘飞船没完成它的任务 工程师带着异形如此强大的生物兵器 前去征战世界 最后却落得与异形同归于尽的结果 Origin飞船就这么坠毁在宇宙偏远的小星球上 数百万年来 安静的潜伏在那里 直到2122年 人类登陆LV-426 才再次给了异形这些生物武器存在的意义 随着异形危机的爆发 同伴们全灭 女主雷普利召毁了诺斯托罗默号 将异形抛到外太空 逃出生天的她 只剩一人 还有一只猫作伴 一起在太空飘荡 远离LV-426这颗星球 远离Origin飞船这个恶魔单身之地 这一场异形危机才终于告一段落 而这一场被围栏又坦尼集团秘密操纵的人为灾害 也就此被集团高厂掩盖 诺斯托罗默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任何人知道 但是由于诺斯托罗默号被炸毁 因此维兰尤塔尼集团也没办法取得关于异形 小卫星LV-426 以及Origin飞船的任何资讯 所以维兰尤塔尼集团又回到了一开始的状态 也就是知道这一片区域有外星人的警告信号 有异形卵 但是到底确切位置在哪 却无从得知 因此维兰尤塔尼集团自然也不知道 他们苦苦寻觅的外星人信号来源 也就是Origin飞船 原来一直都在LV-426这颗小卫星上 虽然倒嘴的肥肉就这么掉了 不过只要努力 还是可以找回来 因此维兰尤塔尼集团并没有就此搜索 反而大力打捞诺斯托罗默号残留的所有记录 根据电玩疫情孤立的背景设定 在2137年 时间位于电影《异形故事》的15年后 《异形2》故事的42年前 其中一艘倒捞船发现了诺斯托罗默号的飞行记录器 倒捞船使用记录器的飞行数据定位 也接收到Origin飞船发射的信号 根据信号的发送位置定位锁定 打捞船来到了LV-426 找到了Origin飞船 船长亨利·马洛 希望可以独通外星飞船的收获 不想被其他打捞船发现 因此将Origin飞船 数百年来向宇宙发射的警告信号给破坏了 也隐瞒了船队发现LV-426这颗星球的资讯 不过在Origin飞船的探索过程中 马洛的妻子遭到暴言体袭击 对异形一无所知的船员们 急忙带着被感染的船员回到太空要塞 塞瓦斯托伯尔站 随后便是这一座太空要塞的异形危机爆发 游戏中的主角阿曼达 就是异形女主雷普利的女儿 随着阿曼达得知诺斯托罗默号的飞行记录器 已经被送往塞瓦斯托伯尔站 为了了解失踪15年的母亲下落 阿曼达前往塞瓦斯托伯尔站 可是当她抵达时 塞瓦斯托伯尔站到处失衡遍野 异形已经在塞瓦斯托伯尔站到处肆虐 大开杀戒 维兰犹塔尼集团得知 塞瓦斯托伯尔站爆发异形危机 最先的考量不是拯救战上的人类 而是为了得到异形这个庞大的伤机 不惜一切保护异形 并指挥站上的人造人 反过来攻击要塞上的人类 阿曼达在血流城河的太空要塞 寻获诺斯托罗默号的飞行记录器 但发泄里头的资料已不存在 推测是船长马洛 为了独吞外星飞船的发现 将资料给删了 接下来的剧情 就像第一部异形电影一样 随着异形危机的爆发 阿曼达成了唯一的生还者 在太空要塞与异形对战 最终塞瓦斯托博尔战被炸毁 阿曼达逃出生天 并且在母亲雷普利被发现的前两年 也就是2178年死于癌症 电王 异形孤立 交代了奥瑞军飞船 被诺斯托罗默号的雷普利等人发现后 为什么维兰尤塔尼集团 再也没办法找到他 因为诺斯托罗默号被摧毁 飞行记录器里头的资料已不存在 唯一的线索就这么断了 而Origin飞船数百年来向宇宙发射的警告信号 也被船长马洛停用 既然没办法探索信号来源 LV426这颗小卫星上有工程式飞船 有异形卵的重要资讯 自然也没办法知晓 所以LV426对维兰尤塔尼集团来说 只不过是宇宙满海疑速 是一颗不起眼的小星球而已 也因此才有接下来 异形2剧情背景里 人类殖民地在LV426开立的设定 维兰尤塔尼集团为了扩展商业版图 误打误撞地在星球LV426开设殖民地 集团完全没想到 当初招司目响的外星车命体 原来就在自己的商业帝国内 作为新兴的殖民地 由于LV426这颗小卫星 全年无休的风暴和暗无天日的气候 极度恶劣的生活环境 让LV426被移居当地的人类殖民地 啃荒者称作为黄泉 啃荒者之所以叫它作黄泉 是取自古希腊神话中 一条蜿蜒穿过敏界的河流 这一条河流也就是痛苦之河 而这个名字也正好衬托出 这颗星球接下来的命运发展 2157年 哈德利之角殖民地的建立 一群星球改造者和工程师 西家带卷移居LV426 大约有60至70户人家 他们在LV426建造大气加工厂 进行开垢工作 尽管有这种人类居住地 但是因为LV426浑浊与充满杂质的大气 人类科技没办法从外太空对它进行探测 当地的山脉也阻挡了殖民地的地面扫描仪 因此20多年来 啃荒者仍然没有意识到Origin飞船的存在 直到在太空漂泊57年的雷普利 被威蓝尤塔尼集团发现 他们如获至宝 尽其所能地从他口中问出Origin飞船的确切位置 才终于发现 原来集团的终极目标 一直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 因此2179年 集团马上指派当地的啃荒者 前去探查Origin飞船的那片区域 有趣的是 集团并没有告知啃荒者那片区域有什么 到底去那个无毛之地要找什么东西 啃荒者管理层也知道集团从不告诉他们 每一个指令的背后目的 因此啃荒者管理层告诉前去探查的一对夫妻打 也就是拉斯和安妮乔登 你找到什么就是属于你的 就这样 拉斯和安妮乔登抱着寻找大秘宝的心态 带着儿女踏上了旅程 为什么维兰尤塔尼集团不愿意明确告诉殖民地这项探查 这是为了找到Origin飞船及其船上的外星生命体 推测是 距离上一回接触Origin飞船的雷普利船员们 已经时隔57年 飞船或许已经不在了 若告诉啃荒者这项消息 有可能会让其他同业竞争者 知道外太空还有比矿石更珍贵的外星生命体存在 徒征商业竞争对手 而派遣毫不知情的啃荒者过去 若找不到飞船 就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 若找到飞船 那么啃荒者就会被里头的暴敛体寄生 生出疫情 让集团可以取得第一个获得外星生命体的商机 这一切都是维兰尤塔尼集团贪婪的算计 如果集团一开始选择明年相告 那么前去调查的啃荒者便可以得到疫情的讯息 至少还可以做好充足的防备 毕竟雷普利已经将工程式飞船 暴敛体以及疫情资讯告诉了集团 有这些资讯 这对夫妻党还不至于瞎子摸象般的寻宝 但是维兰又谈离集团为了占有疫情 无所不用其机的手段早已经不是新闻 最终集团选择隐匿一切资讯的结果 就是造成六七十个家庭家破人亡 我们回到这一对兴高采烈去寻找大米宝的夫妻党 拉斯和阿尼乔登 他们一家四口热热闹闹的出发去寻宝 还真给他们抓到了外星飞船 暴震寻宝心态深入探索的他们 毫不意外的 丈夫被暴敛体寄生 妻子集满把他送回哈德利之脚殖民地治疗 最终的结果就是疫情诞生 在集满人类的殖民地里 每一个人类就是一只疫情的培养里 因此这一只疫情长成了女王 整个殖民地沦为疫情的巢穴 殖民地人员几乎全灭 除了夫妻党的女儿 阿尼利用通风道的复杂网路逃过一劫 以及两组不同的殖民者 乘坐两艘不同的船逃走了 有趣的是 其中一艘船在普罗米修斯号 失事的那颗星球上失踪 疫情危机在殖民地大爆发 除了刚刚提到的人员 殖民地里的肯荒者 全部成为培育疫情的牺牲品 直到维兰优塔尼集团 发现失去整个殖民地 为了收拾残局 才特地派遣人类世界里 有过于疫情交手经验 并且还活着的雷普利来当顾问 要知道 这是一项美其名为除虫和拯救的任务 但实际上 跟随大队前去的集团高层代表 伯克 就是为了趁乱带回外星生命体 并且掩盖殖民地已经陷落的事实 他甚至打算让雷普利和安妮被寄生 然后将孕育在他们体内的异形 偷渡回去 当然 这样的人都没好下场 异形女王在大气加工厂 建立了异形巢穴 不断生蛋 白子千顺的异形大军 即将肆虐全宇宙 巡获安妮的雷普利和海军陆战队 且战且败走 最终和人造人主教一起携手 利用大气加工厂的反应堆 所以把哈德利之脚殖民地给炸掉 就此 在LV426星球上 人类的殖民地 哈德利之脚 所爆发的异形危机 被人类世界最英勇的大妈 雷普利收拾了 在最终决战 他骑成机械人大战异形女王的桥段 至今仍旧是电影史上最经典的画面 让雷普利一跃成为人类电影史上 女英雄的鼻祖 然而 LV426这颗小卫星和Origin飞船的故事还没完 尽管哈德利之脚殖民地被炸毁了 但任有几只异形在殖民地废墟中活了下来 因此第二只异形女王很快便出现了 并在LV426地洞里形成新的异形巢穴 第二只异形女王和他的后代 是由异形三里出现这一位维兰尤塔尼集团执行官 和由他领导的科学团队所发现的 这里的故事紧接着异形三的剧情 雷普利发现自己被异形剂胜后 宁愿坠入火海资金 也不愿让该团队取得他体内的异形 杀雨而归的科学团队 唯有抱着一丝希望 回到LV426的殖民地废墟里 找看看有没有残留的异形痕迹 他们很幸运地找到了Origin飞船 在执行官的全面指挥下 维兰尤塔尼集团的科学家们 开始使用Origin飞船上的异形卵 培育和研究异形 并且还在Origin飞船地下的地底隧道 捕获第二只异形女王 然而他们的秘密研究 却被一艘巡航的航空母舰发现 来自航空母舰的海军陆战队 随后降落在LV426上 由于研究设施由异形流出 异形危机再度爆发 为了保命的海军陆战队 唯有与保护研究资产 也就是异形的科学团队交战 特战队 科学团队 加上异形 也就是三方大战 最终只有几名海军陆战队队员逃脱 但研究设施却被异形占领 维兰尤塔尼集团的科学团队 统统成为异形女王孕育异异形的宿主 开启了全新的异形故事 至于LV426这个星球 则从此消逆在宇宙异域 从人类世界的记录中被抹消 然而 LV426星球的地下巢穴里 仍旧潜伏着异形大军 等待新的肉体送上门 关于疫情祸害的根源之地 LV426星球 与坠落在星球上的工程师飞船 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介绍 就到这里结束 感谢你们的观看和支持 若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给我小小的鼓励 我们下回见